女人被三十二根钢丝刺穿身体 掉在了半空中 一旁的男人则戴着面具 嘴里悠闲地哼着火红的萨日朗 望着即将被撕碎的身体 女人苦苦哀求 希望对方能放过自己 面具男说了一个谜语 只有答对才能活下去 请听题 什么宝 很多人都在用 女人思索片刻回答 不舒宝 可正确的答案却是支付宝 就这样 男人一边播放音乐 一边启动了身后机关 随着齿轮的转 女人的身体被拉扯到了极限 很快便听到了骨肉撕裂的声音 第二天 房产销售带着顾客来到厂房 两人刚进门便发现地上摆着一颗人头 人头周围是散落的人体组织 凶手还为他的作品起了个名字 天国之花 起初他们还以为是恶作剧 走近一看发现人头还眨着眼 两人被吓得屁股尿流 匆忙逃离了现场 很快警察便赶了过来 死者名叫韭菜盒子 是日本知名的艺术家 除此之外 警察还发现了一张韩国的工作卡 卡的主人正是首尔黄金组组长金中赵 本案的负责人名叫钢门骗子 他通知属下立马联系韩国大使馆 全力抓捕犯罪嫌疑人金中赵 原来一年前 金中赵和江泉九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发现一枚定时炸弹 幕后黑手通过遥控锁爆了炸药 江泉九被重重抓飞 虽然碰住了性命 可泉九的脏气和右腿受到了严重损伤 他引以为傲的听力也遭受了重创 经常出现失灵的情况 虽然朴当骇被警方逮捕 可金中赵发现 当骇的背后还有一个隐藏很深的犯罪组织 为了寻找真相 金中赵不辞而别 一个人来到了日本 自此销声匿迹 全九则凭借顽强的意志 每日进行康复训练 再次回到了110指挥中心 这天 全九接到韩国驻日大使馆打来的电话 韩国的一名刑警成为了一场杀人案的嫌疑人 而此人正是消失一年的金中赵 这件事将严重影响日韩两国的外交关系 为了查清真相 全九立马带着长脸和胡子飞往了日本 此时的金中赵精神恍惚 已被日本警察扣押了起来 为了逃脱束缚 金中赵挟持了一名保安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 将全九带着队员到达了现场 由于目前没有直接证据 能说明男人和杀人案有关 警察只能将几人放了出去 见到队友的金中赵表现得十分冷漠 曾经的几人出生入死 如今的他却判若两人 就在几人准备一起飞回韩国的时候 驻日大使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一名韩国女孩在日本遇到了变态杀人狂 虽是异国他乡 全九还是答应半小时内解救女孩逃出魔爪 并亲自送她一起回家